大家好,我是威士利 這邊我要為大家介紹 ASB.NET 物件導向設計 密封類別 SEAL CLASS 那當我們把類別設定成密封類別的話 就表示此負類別不能夠被此類別所繼承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相關範例 首先可以看到在畫面上面有一個 顯示操作文字的八卵控制項 當我們UNCLICK這個控制項之後呢 它會產生出這個子類別 取得字串裡面的第一個字裡 這樣子顯示結果 那我們這邊會透過這個範例來說明 有關於這個密封類別的相關操作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相關程式碼部分 我們開啟V60流邊機器 那我們在這次範例的CS程式檔 有針對這個密封類別做相關的說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可以看到我們在這邊我們宣告了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呢 前面有加上一個叫SEAL的關鍵字 那也就代表說這個類別呢 它是屬於一種叫密封類別這樣的型態 那如果你這個類別變成密封類別的話呢 它就沒有辦法被其他的子類別所繼承 OK,所以會有這樣的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裡面的話 我們放這些成員的部分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在下面的部分呢 我們有試圖去宣告的另外一個子類別 那這個子類別我們就要去做這個 繼承上面這個負類別的動作 那你可以發現這個在編輯器的這種狀態呢 這個變成黑色的字了 因為它這個類別 它已經設成所謂的SEAL的就是密封類別的狀態 所以說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強制的要去執行這個程式嘛 其實是會產生錯誤的 OK,所以說 這也就是我們把這個類別呢 設定成密封類別之後呢 那我們這個底下的子類別 就無法再去繼承這個負類別 這整個一個操作的情況 那我們這邊把它重新把它復原成 注解的狀態 讓大家可以了解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ASPX的CS成長做什麼事 我們開啟之後呢 然後順便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ASPX的頁面內容 這是我們的頁面內容的部分 那最後來看一下 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去使用new的方式呢 去把我們剛才有建立的這個負類別 把它選到實體化成一般的這個物件可以操作 然後最後我們直接去操作 這個物件裡面的也可以叫做 它的這個BaseClass的PublicGetTest這個方法 然後可以就看到在畫面上面的這樣子的一個顯示結果 好,那我們這邊就針對 關於蜜蜂類別做相關的說明 那就介紹到,謝謝